完完全全的出唇 你看 欸 水滴滴下來了 往南平界的素顏霜 你看 保水度增加 有沒有看到 三格 欸 你看 其實這樣看起來就差很多了欸 我的皮膚狀態真的不錯欸 真的不錯欸 很厲害的一個保養品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沈沈 其實夏天到了 最怕就是豬油脫妝 皮膚的狀況可能會因為天氣 而長痘痘 今天呢 當然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就是呢 Saro的水滴霜 所以是韓國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品牌 歐洲的原料 韓國製造 因為呢 它都會有一個這個風格 更新鮮 來 你看喔 乳白色的質地 這個膚質測試以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還沒有擦的膚質狀態是 水分37 有點乾 你看有沒有看到 撲臉 摸一摸摸一摸 你看喔 完完全全的出唇 你看 欸 水滴滴下來了 它這個質地真的很特別 你可以擦皮膚 它會非常非常的保濕 舒服 它可以擦手的保養 但我覺得有點吃而吃 但假如說你真的要硬擠 保濕狀態的話 是可以這樣做的 擦完保養品 我們來直接做這樣的測試 哇 你看 保水度增加 有沒有看到 三個 保護好皮膚的質地之後呢 你去桌上的保養品 其實都會非常的加速 而且是加倍 直接出水了 有沒有看到 防護最後一道 有沒有看到 欸 你看 其實這樣看起來就差很多耶 有沒有看到 哇 你看 刺激有沒有看到 保水滿分 我的皮膚狀態真的不錯耶 你可以在化妝之前弄 它也可以混合粉底液使用 你看喔 這是水底霜有沒有發現到 我再加上這個 就是有點點BB粉底的這個概念 這裡呢 它也可以混合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其實會讓它的質地呢 非常的棒 上去 非常的保濕 非常非常的服貼 這就是那種BB粉底 再加上去的感覺 各位你看喔 這樣子 欸 竟然掉下去 它完全 你看 完全不黏膩 非常的清爽 而且非常的舒服 皮膚可能會Q彈 而且還有挺濕拉底的概念 讓我比賽一下 它是什麼 保濕白 這是我自然的骨色 男生 女生 都可以用 七種的花草 所以裡面有一個成分 叫做抖紅草 它是什麼 讓我們皮膚可以有近白 讓我們的皮膚呢 膚色均勻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錦葵和歐洲陰草呢 這個部分呢 它就是屬於保濕皮膚的 裡面呢 有一個成分呢 叫做歐薄荷草 收縮我們的毛孔 然後呢 讓我們的毛孔呢 變細節以外 還可以控制平衡 不要那麼容易的出油 非常厲害 擦完水滴霜之後呢 再去擦化妝 你會發現到 哇 皮膚真的真的不錯耶 像台灣啊 現在天氣非常的潮濕 灌入整個漫漫的水分的時候呢 第一 你也不容易出油 第二 你也有敏感性的膚質的人 你也不用太擔心 為什麼 因為牙齒 包包皮膚的數量很重 因為牙齒